同学们好,欢迎来到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程 上一节课呢,也就是在第二阶段的第二小节 我们开始给大家介绍数据类型 介绍了Numerical Data Type,也就是数字型的变量 我们简单的提到了关于字符串Stream 那本节课呢,我们就接着上节课的内容 给大家介绍字符串,以及关于变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字符串呢 简单的说呢,字符串就是一串字符 用来显示或者打印出来的文字信息 我们在程序上有时候需要打印出来某些文字信息 或者写到某个文件里面 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这种字符串的文的数据类型 好,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上节课中给大家讲的这个 Hello World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字符串出现的 好,我们现在来建立一个新的Python的模块 叫做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来怎么来创建一个字符串 比如我们上节课中的例子提到了 打印出来一个简单的 Hello World 大家注意到我们在这个Hello World的打印语中 本身把它放在了一个双引号之内 那么呢,在双引号之内 连同双引号本身的这一串字符 我们就把它当作字符串 所以我们print进去的函数 放进去的协议是一个字符串 把它叫做Hello World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关于单引号双引号和三引号的用法 在字符串里面 有些同学可能问,那我们能不能换作单引号呢 答案是可以的 在python里面 对于字符串 我们既可以用单引号 也可以用双引号 我们来做一个试验 好,我现在用单引号打印 Hello World 同学们看到 我们仍然打印出了同样的结果 好,还有一种用法 有的同学说,那我可能想在print之后 打印出来多行的字符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三引号的方法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起始三引号 比如说这是第一行 This is the first line 然后我继续打印 This is the second line last line 然后我用三引号收尾 大家可以看一下结果 这时候我们就把整串语句打印在三行上 这是三引号的用法 好的,我们现在接着来看 关于字符串的使用方法 刚才我们谈到了字符串的定义 以及它的单引号 双引号 以及三引号的使用方法 字符串呢 还有一个特性 就像它在别的语言中 一个共性 比如说java 就是说它不可变 immutable 什么叫immutable呢 也就是说一旦字符串被创立之后 它就不能被改变 好 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ormat字符串 也就是 当我们要打印一些字符串出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对它的格式进行调整 让它打印出来我们想要的格式 我们这里来举一个例子 好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代码 就是我们先定义一个变量 比如说名字叫做age 把它的值定义成3 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数字型的数据类型 neural record data type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另外一个变量 变量名叫name 给它负的值呢 是一个字符串 我们看到我们放在了双0号之内 它的值是tom 然后呢 在我们打印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 字符串上的format的函数 也就是说我们的前面 大括号内 写0和1 在字符串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点 也就是调用函数format 里面我们写到 第一 就是我们选要用的name 第二呢 就是age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 用format的方法 把第一个变量名 与0 也就是最开始的 所以 建立一个关联 那么就是说 0 对应name 的值 也就是 tom 逗号之后呢 这个age 对应的是1 也就是说 我们打印的结果 我们可以预期它就是 tom was years three years old 好 我们现在 在代码里面 演示一下这个例子 大家注意一下 在python里面这个缩进非常重要 我们待会会详细讲到 但是现在咱们来讲的 就是说 每一行的空格的个数 python是用它来定义语法的意义的 所以我们现在 在每一行都要把它 取消所有的缩进 顶格写 我们一会会详细谈到缩进的用法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例子 大家看到 在最后一行 我们打印出了 tom was three years old 也就是说 format后面所对应的 变量值 与前面我们大括号中的 位置 0123对应 所以这是0对应 第一个 name 1对应第二个age 我们就打印出来了 tom was three years old 以上是format的用法的一个例子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好奇说 我们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 将几个字符串和变量串起来 串接起来 打印出来呢 答案是可以的 我们回到刚才那个例子 其实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达到同样的目的 也就是说 这时候我如果 我们如果定义的这两个变量 age name 我们可以用串接的方法 联合起来 把这字符串打印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来怎么实现 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将训练到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首先 用print 这个方法 在括号内呢 第一个 我们传进去的是一个变量 是我们之前定义好的name 它的值呢 是tom 是一个string 也就是字符串 接下来呢 我们自己 创建一个字符串 叫was 当然也在双一号之内了 它们之间我们用加号连起来 也就是说 我们将需要把不同的字符串和变量 联合起来 那么第三个 同学们可能会有点好奇说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age之前 要加一个str呢 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定义的age 我们给它负的值是3 作为动态语言呢 python将age自动识别为 是数字型的变量 而不是字符串类型的变量 这时候呢 当我们使用联合这个符号 来联合起来 字符串的时候呢 必须要保证 所有的部分 全都要是字符串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数字型的变量 来转换成 字符串类型的变量 也是也就叫做cast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 stringstr 这个关键词加括号 把这个数字型的变量 cast成 字符串 也就是string型的变量 随后呢 我们再多联合一个字符串 叫做years old 大家注意一下啊 因为我们打出来的字符串 和我们填进去的内容是完全相符 所以为了便于显示 通常呢我们在每一个词的前后加空格 这样的话呢 打印出来的结果 也就自然能够分开每一个词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打印结果 大家看到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 打印出了与第一种format 同样的结果 Tom was 3 years old 以上呢 只是字符串format 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当然呢 字符串format的方法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讲解了 同学们 可以自己在网上去查阅 好的 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下字面长量 所谓字面长量呢 也就是说 叫literal constant 它们是一些长量 顾名思义呢 就是它们不会被改变 我们可以直接以字面的意义 可以使用它们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所用的一些 数字型的 比如说6 2.24 或者是3.45 乘以10的-3字方 或者是定义好的一个stream 这些呢都是属于字面长量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们 而且它们不会被改变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变量 变量当然是排行变成中最基础的概念之一了 什么叫变量呢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使用到它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 首先变量是用来储存信息的 它呢牵扯到两部分内容 一个 它的概念属于一个identifier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变量名 我们把它理解为 在系统的内存中分配一定的空间 第二部分呢 是它有一个值 就是说我们要给这个分配好的空间 附一个值 把它与变量名连接起来 那么变量名呢 它在python中是属于identifier identifier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 它包含了很多别的名称 那么它有一个基本的规则 也就是说我们在给identifier命名的时候 大概要遵守 下面几个规则 首先呢 第一个字符 必须是字母或者下滑线 其余的字符 可以是字母 数字或者下滑线 而且是区分大小写的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合法的命名 比如说 i 一个字母 这是合法的 name 下滑线3 下滑线4 这也是合法的 by 下滑线bound 这都是合法的命名规则 然后我们再看一些不合法的例子 比如说 true people 为什么不合法呢 因为大家看到 第一个字符 必须要以字母或者是下滑线开头 而不能以数字开头 所以这是非法的 第二个 同学们看一下为什么不合法 对了 就是说 我们不能以 空格作为其中的某一个字母 只能是字母下滑线或者数字 this is Tom 中间有两个空格 所以它是非法的 第三个例子 my name 我们看到中间它有一个中滑线 而不是下滑线underscore 所以也是非法的 第四个大家看到 比如说有大于号 或者是 属于不不属于字母或者数字 以及下滑线类型的 也属于非法的 那么呢 我们如果 在python的 id eclips里面 尝试定义这种变量呢 出现非法的 我们会自动收到错误的信息 报错信息 比如说我们现在 刚才我们面 命名的age 就是一个变量名 3呢 就是它的数值 我们把3 附给这个变量 同理 我们把tom 这个string 的数值 附给变量 名为name 的这个变量 那么假如说我们 写一个 2people 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编译环境中 也就是 eclips的pydive中 系统就会报错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 people2 那么它就成了一个合法的变量 好 以上是变量的命名规则 剩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注释 什么是注释呢 大家介绍一下 也就是在我们编写程序的时候 通常呢 我们要加入一些 注释方面的信息 这些信息呢 我们不需要 编译环境 来执行它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代码的一部分 但是呢 我们要额外的输入一些信息 作为 程序员自己的 关于解释这个代码的一些额外信息 或者给 以后要看这个代码的人解释的额外信息 也就是说 所有注释 它并不是作为代码的一部分 被执行 好 在python的语法中 注释 用的符号是这个警号件 用法呢 就是在 所有的行 如果我们要写注释的话 就以这个警号件开头 我们举一个例子 好 假设 我现在要给这个文件 加一点注释 好 那么我就以警号件开头 然后我说 this is a demo for string 这是关于自乎串的一个demo 大家看到 ID也把它的颜色 取为灰色 也就是说自动识别为注释 我们运行程序的时候 当然程序就把它认为 不是代码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把这一行的代码 有三行 把它要注释掉 这时候 同学们可能会问 那怎么来加这个警号件呢 那我们需要在每一行 来加警号件 大家看到 这行的结果 就没有被执行 那有人同学可能会问 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可以把多行 一个block的code 也就是代码都可以 加注释呢 在python语言中 比如说我们可以 用斜线加型号的方法 但是呢 python的语言 因为它的特殊语法规则 它没有分号 作为每一行的结束 所以呢 我们不存在第二种方法 必须在每一行 我们需要注释的 开头 都要加 警号件 来作为 多行的注释方法 同样 我们也可以在同一行代码的 后部分 加上注释 比如说在h等于3之后 我们写 this is to assign h variable 好 我们运行此代码的时候 同样 并没有运行 警号件之后的部分 下面我们说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 缩近 python这个语言 它的特性是 它的语法结构 完全建立在缩近的格式上 也就是说 大家注意到 在每一行结尾 我们并不像java 或者其他语言 有一些分号 作为整句的结束 那么它会认为 每一行本身 就是作为一个语法的 单独的行 作为结尾 也就是说 当我们用缩近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和 程序的流程结合起来 我们之后会讲到 在for loop中 如何使用缩近 暂时呢 我们就记住 在每一行 我们不需要缩近 顶格写 来作为 新的逻辑的开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加 一个缩近的话 在这里 那么程序 将会出错 好 之后在 control flow里面 也就是说 整个程序 控制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大家详细来解释 缩近 好本节课的内容 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开始给大家介绍 关于tuple和lis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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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